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蛋炒饭是先炒饭还是先炒鸡蛋 今天就教你正确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剩米饭 先用筷子把它搅散 搅散之后放一旁备用 碗中打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将蛋白和蛋清分开放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黄搅散 搅拌均匀 然后把蛋黄淋到米饭上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颗米饭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半个洋葱 先把洋葱切成丝 再把它切成洋葱丁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 再做梅干胡萝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 再准备一根火腿上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 锅中水烧开 倒入豌豆地 煮至三分钟 煮至豌豆全部漂浮起来 就已经熟了 然后控水捞出来 装在碗中备用 锅中放入少许的油烧热 油热之后把洋葱放进来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 多炒一会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再把火腿糖丁加进来 豌豆腻也加进来 然后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调味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把它盛出来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留底油 油了之后倒入鸡蛋米汤 然后先用铲子上这样加一加 把米饭扑平 扑平之后再煎两分钟 然后再翻炒 翻炒至米饭立即分明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刚刚炒好的配菜加进来 再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哇 这样炒出的米饭真的就太香了 然后把它撑入小碗里面 再把它倒出锅来 香喷喷的黄鸡米饭就做好了 然后再撒点酥芝麻点缀 好看又好吃 这样做出来蛋炒饭孩子非常的喜欢吃 多种色彩搭配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连超时的孩子都能吃上两碗 没有加任何的调料 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大家记得关注哦